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2号在北京出席研讨会时 强调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 是实行港联治港的最低标准 对此有法学专家就认为 爱国者治港是天经地义的事 应该落实在社会多个方面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2号发表重要讲话 提到在香港特区政权框架中 肩负重要管制责任的人士 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 对此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 傅建慈表示赞同 他认为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 天经地义 只有爱祖国才能真正爱香港 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 是天经地义 这个也是政治的规矩 也是底线的标准 底线是守得越牢 政治的包容空间就更大 如果没有爱国者治港 就没有一国两制 对于夏宝龙强调 落实爱国者治港要完善相关制度 特别是有关选举制度 确保香港管制权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 傅建慈则提到爱国者治港需要落实在社会多个方面 以更好地保障香港民主制度 爱国者治港应该落实在香港的政制、行政、立法、司法、民生 和选举制度 政本清源防止香港的管治权被不法分子勾结外国势力散夺 更好地保障香港的民主制度 确保香港繁荣稳定 傅建慈也期待在中央的主导下 可以早日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从而令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保证香港的长治久安 凤凰卫视齐东博 香港报道 明镇有关的有关 方法 考慮 并不在买